新闻介绍来看更好是有关丹民文的消息 这是变算前 留意丹民文最后在团队电门开到加好拜访 是这条不借的民众林同志祺 同时竞争团队能发送到通信的 初英文丹民文的竞争文宣 并护上到阿里山哥山地的帝宝 不就是要将参与丹民文在管党进来 将阿里山哥山地的平白 推向国座的成功案例 孙城镇在大城街市街段 参开的约好参丹民文一早在这里 在前后的招牌设立宿美与阳金如丁人的帝宝之后 进行到加好拜票 民众们也要小姐与丹民文那上 已经楼队的民众特别听下来表达志祺 安务拜访是后前的基本功 我想現在坦白講 媒體的時代 而且基層的聲音 是讓候選人都必須要 逐漸面對面的做一個接觸 当時競選團隊 能夠發送通信出道的 創意用文章民文 連合競選文選 特別是在文選上 還有一包阿里山各山地的地包 因為文明國際阿里山各山地 偏白推出 對章民文在丹臨館長臨來 正合到阿里山地区的地 所推出的一個高山地偏白 有時候我們去台中 我們就會想到他的太陽餅 像加基漆 可能就是雞肉餅 但是很多人想到加基館 所以聯想到的就是阿里山的高山茶 所以有時候身為嘉義線人 我們都會覺得阿里山高山茶 就是我們共同的驕傲 所以很多年輕人 他不管是不是住在阿里山 然後他是不是 不管他有沒有喝過阿里山高山茶 但是大家都會想要共同來推 對阿里山高山茶 因為這是我們共同 現在那個時候也沒有總統選舉來帶動 所以也等於是一面倒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現在的選情 情況實在不一樣 現在已經有總統 還有有難力的對決的氣氛 所以事實上我們都不能夠掉以清晰 我們都一定要要全力以赴 這日最後割政改動 當民民党開到家鄉拜訪 要用一步一步 他們的精神和行動 來盡處警察座的 雙民人動和支持 這日文党開發 蝴蝶紅大民憑